各位网友无友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讨论学习舞蹈 蓝色天梦 今天的主要内容是 跟大家讨论一下 整个这个舞蹈的一个基本的轮廓 那么我花了几天时间 把这个舞蹈好好的看了几遍 然后也研究了一下这个老师 这个编舞的这个思路 那么我想就是在学之前 我们应该知己 首先就是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 然后再知道这个舞蹈 能够告诉我们 跳什么学什么 教我给我们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地放失 这样学起来就效率更高一些 那么首先在正式学跳之前 我们应该对这个舞蹈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一个概念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对这个舞蹈的理解和 从这个舞蹈里面学习到的主要的东西 那么这个舞蹈给它分成三部分 它的结束部分和开始部分 动作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共就三部分就可以了 前奏部分 歌曲的上半部分 歌曲的下半部分 那么这三个部分内容不一样 学习到的东西的重点 也不一样 对我来说呢 我是这样考虑的 首先就是前面这个部分的 节奏部分 重点我把它放在 学习它的舞姿部分 它里面有好几个 舞姿就是需要我们 花一段时间 花点时间来把它摆对的 这个舞姿呢 除了就是对藏族舞的 基本的理解以外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舞姿学会了以后呢 以后如果你在出去 去什么party啊 公园玩啊 旅游啊 你要照相 你要摆拍的时候 这些舞姿都可以作为 你摆拍的姿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 如果就是说你临时抓过来 你去摆一下学一下 你还不一定摆得好看摆不来 所以你把这几个舞姿学会了以后 不仅能把这个舞跳会了 还能在以后的 平时的旅游啊 生活啊 这个娱乐中 作为一个你摆拍 这个拍照的舞姿 来把它掌握了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 进入这个舞蹈动作以后 它的动作都是一些 跟我们一样的 都是这个靠步啊 脱步啊 就是没有太多的新的内容 也不是特别难 它主要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 所以这个老师 他是也编的时候 他也说了 这个他主要是 这一段主要是 根据歌词的意思 来给大家讲故事 那么从这个里面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通过 学习这一段舞蹈里面 把如何用肢体来讲话 用肢体来表达思想 把它学会了 那么同样的一样的意思的舞蹈呢 一样意思的 就是思想内容的 在其他舞蹈里面出现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 这个肢体语言 这个舞蹈动作来说明 来演绎 所以这个方面 是我们可以学会的 另一个方面的东西 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也是特别好 这里面呢 也有一些个固定的舞姿 就是在一个托拍的时候 比如说他的什么听歌啊 然后什么看景啊 散步啊 走路啊 这些舞姿都可以 也可以作为你 以后出去拍照 录像 摆拍的舞姿来 来表现 这个也特别好 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的内容 就是他的抒情部分 的高潮部分 这部分的有些动作 是需要我们身体肌肉的力量 和速度有一定的要求 这部分就稍微有点难度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 从锻炼健身的角度来讲呢 是特别有好处的 他的是在这个 跑起来 要在一定的这个时间内 跑到位置 然后还要转身做动作 这个拉伸 大开大合的这些动作 对于我们来讲 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这一部分 要通过不断的练习呢 来增强自己肌肉的速度和力量 这个能力 这个老师呢 他是一个专业老师 他是教舞蹈老师的老师 所以他的这个每一个动作 实际上都是非常规范的 那么他跳的时候呢 就是很随意了 可是他的每一个动作呢 其实是非常标准的 他因为他很随意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有可能觉得看不清楚啊 或者是觉得 不如好像人家在舞房里面 正儿八经地穿上衣服 然后又化了妆 带了什么头饰 什么的那种 那么漂亮 但是实际上 仔细琢磨这个老师的动作是 是非常值得来 这个好好的去模仿学习的 而且他编的这个舞 是针对我们 非专业的 这种 中老年人 编的 所以 我们跳这个老师的舞呢 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这个蓝色天梦里面的这一个 大概的一个内容 希望我们就是能够了解了以后 有地方式的学习 那么我们下一次就来继续讨论 这个具体来讨论这个舞蹈的每一个动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内容 这个内容视频的朋友 记得去订阅频道 转发 点赞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